大家好 又是專業見言的時候 今天我請來的一位好朋友 就是何君堯律師Junius Junius我認識了他 眨眼也有十年時間 我怎麼認識他呢 就是在我們專業的代表 去內地訪問的時候 在內地經過幾天 之後有不同的場合 聊天和會面 我覺得他人都很爽直 人緣都不錯 所以今天希望他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自己去到律師會會長的經驗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是參加很多鄉事服務 因為他家本身是新界的原居民 這方面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待會希望在節目裏面 盡量去問多些他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讓大家多點了解 大家好 今天又是專業見言和大家聊天的時間 我們以往幾集 我們訪問過很多朋友 是不同的韓國業 這位好朋友Junius 何君堯律師 這位好朋友Junius 何君堯律師 我其中一位認識了十幾年的朋友 Junius 多謝你今天來 多謝你邀請我上來 除了我的好朋友之外 他是一位執業律師 最特別的地方 他現在有機會在律師行業裏面 真正是掌門人 即是律師會的會長 當現界的會長 他本身也是在新界的事務上 也有很大的工作 我們今天就找Junius 聊天 首先了解一下他自己身為律師 他們日常工作是怎樣 現在怎樣分配公職的時間 Junius交給你了 好 Eugene你過獎了 不過又不是什麼領導 不過很高興能夠為會員 為我們大家服務 出去分力 這是我的榮幸 你其實怎樣入行 入行很簡單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讀書 實際上我小時候讀小學 我已經是想做律師了 原因很簡單 家裏面有一個長者 他做得成功了 建立了一個榜樣的典範之後 明顯地對那些年輕人 都有一個良好的正面影響 我小時候已經十一二歲 見到我叔叔做了律師非常好 我認為做律師的職業 都很合適自己 所以那時候我已經決定做律師了 到我讀完中學 我就去英國繼續升學 有幸又入到這個法律系 讀完法律系之後 在83年回來香港 就去HKU讀PCLL 然後一直宣誓成了律師之後 我以律師的職業為我終身的職業 到現在我都未轉過功 只不過在我的專業路途上面的時候 有參與其他的工作 例如律師會 政府裏面有一些委任的工作 我如果可以發揮少少的 自己這方面的專長 我就去幫忙 尤其剛才你說 其實很多朋友都是一樣的 見到家裡的親戚 或者是長輩 或者是自己的朋友 家裡的朋友做得好 就令到成為一種推動力 不如說直接一點 當時你見到你叔叔 你覺得他很好 是你覺得他 在社會上的地位 令到吸引你 成為一個推動力 還是他可以駕駛車漂亮一點 或者是有沒有其他方面 跟大家分享 我們很多時候看電視 律師的生活是非常悠閒的 可能要等你澄清一下是不是這樣 放了工都是去喝酒 靚仔律師就見到美女律師 就非常好的 是 是不是見到這樣的事情 在我的生活圈子來說 當然小時候看東西更加少一點 沒有看到社會的宏觀那麼大 是 不過有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我叔叔的成功 在村內受到人的尊敬程度都很大 變成你會有個感覺 為什麼他會在村裡邊 在家族裡那麼受尊重呢 我們讀書小時候 我們就做一個要受尊敬的人 他明顯地就已經建立了這個效果出來 是 那麼受人尊敬是一件好事 我相信做每件工作 不論你是有多成功都好 起碼最基本要懂得尊敬人 是 以及被人尊敬 你覺得被尊敬 怎樣為尊敬呢 就是每個人是 在那些村民事務大小 跟法律有關的 都去請教他 還是跟法律無關都去找他呢 為什麼這麼受尊敬呢 你覺得他人格 是不是都這麼高尚 做不做律師都這麼好呢 為什麼你會把律師拉起來 尤尊敬你問得很好 就是 我也知道 當時我們農村的環境裡面 有很多人學識都不是很高 教育水平都不是很高 變成在社會來說 那個所謂叫做接觸點不大 那村中裡邊 自己家族有一個阿叔做了律師 他們有問題的時候 往往都是第一件事 都是問我這個阿叔 因為他懂得法律 還有懂得 那個問題 如何去解決 掌握到那個癥結 你可以幫得到人的時候 而你又願意去幫人呢 那這件事才是 真正被人尊敬的地方 那我沒有這個機會 看看他 是否有左擁右舖 或者坐著一個靈車 靈車我都看到他以前 有一個無奔士 那肯定就是 我想尊敬就不是因為 他做得成功 有那麼多在那個物質上 享受 令到感覺到佩服的一個考慮點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以人為本 你有這樣的地位 又可以願意幫得到人 這個才是最難 不可貴 那即是會不會說 如果你說要去 去量度一個人的成功 去靠一個車 或者那個多大 其實不需要做律師 可能會做很多生意 更加漂亮更加大的 屋都有 尤其是以今天來講 對 反而是一個人的尊重 就是因為你那個 學識或者是他那個 持平的態度 我想是這樣 沒錯 他個人的修養 還有他的能力 可以幫得到人 是 Jonathan 我們一般的朋友 都 多大部分都應該是市區長大 是 你今天剛才和我們聊天 有一個很特別的詞語 我們比較少用一點 在一個村道 農村是怎樣 以往我聽這些 就好像是在內地 你的朋友說 我在農村 我們做間田 其實香港所謂的村 農村 你是一個最好的人 其實農村是否只是田 是否只是 村是甚麼 甚麼叫村 我經常聽到鄉市 不如今天又可以講一下 好 或者我在這裏解釋少少 因為在港英年代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詞會 叫原居民 是嗎 為何有原居民出現呢 就是英國政府 未拿到新界 未拿到九龍 未拿到香港島之前 已經 已經是住在香港九龍新界 那些居民 那些叫原居民 特別是新界來講 1898 八九八之前 八幾年前 是的 已經在新界住的那些人 那些叫原居民 是的 在鄉村裏面 顧名思義 鄉下人 他就以霧農為主 耕田 生活就很樸素 但是 雖然說 港英政府 來了之後 但是他都要尊重 原居民的生活 習俗 所以呢 在香港來講 比較好像幾特別 有一種原居民 那麼 農村的生活 就普遍全世界都是一樣 尤其是中國來講 哪個地方的農村都是一樣 但是香港特別一點 就是原居民 是有一個特別法律上的地位 就是有些特權 所以叫特權享受害 那吳譚那樣東西 那鄉村是怎樣呢 生活就相對比較簡單些 家族的感情 村中的父老 大家的倫理關係 和人際關係說 是很密切 我很享受這種 家庭式 和村中的生活 朴素得來 是很舒服 很有人情味 我從小就在那裏長大 直至到十二歲 十一二歲 聽你這樣說 其實呢 香港的新界的 農村 即是新界的村去住 聽到多好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現在我們住的環境 很多大廈都是三四十層 甚至六七十層 一三梯可能八伙 隔壁好像租客 根本呢 你自己都未必住很久 可能住一年半左右 你會搬 我們樓上樓下 隔壁根本都不知道 是否在家樂庄上班 都不知道同一個大廈住 反而在新界方面呢 會安定一些關係 沒錯 有時候可以建立到關係 都挺好的 是挺穩定的 人際關係來說 是 相當不錯的 所以在一個 社區 或者村裡的環境裡的生活 是很融合的 是 裡面有沒有一些不融合的事發生過 會不會說 這條村 這條村 和這條村 很不對 為利益的 你有沒有試過呢 在香港我相信會比較少些 特別我在屯門來說 就會少些 我不知道其他村落是怎樣 但是 也都可以理解 有時候會自己有一種歸屬感 我屬於我條村 你屬於你條樓 大家可能會比較有領土的觀念 各有所屬 但是香港我自己的經驗來看到 一般我們鄉村和圍這些 大家都相處得不錯 尤其是在香港來說 我們有鄉議局 下面有不同的鄉事委員會 然後再下達到第三層 就是村落 所以有三層架構 一直以來他們的運作都很有規模 已經幾十年行之已久 在這方面的所謂叫衝突 相對比較少 其實香港有多少人 是真的住在圍或者是村 譬如我們知道 香港可能會有六七成的朋友 可能住在公共屋村 即大概 其實在農村和圍有多少人 如果是以鄉議局的架構裏面看 它來自於有二十六條鄉事 每條鄉下面都有大概幾十條村 就以屯門來說 屯門鄉事委員會下面有三十六條村 每條村的人口 你當現在有新舊都已經共野一路 大家都在這住 多不多人搬走搬進來 有出有入 但是我想那個搬遷率不是 不高 是 搬得下去住村屋的人 很喜歡他的環境 清幽 空氣好些 還有寧靜 而且相對的開支會低些 你不用給管理費 哦 是的 停車位都好像不用的 有時大家就住都不用 又不用麥票 所以挺好 沒有人抄牌 是的 所以住在這個村裏面 一條村都有成 小則有五百人 都有成幾百人 這麼多五百人 大的可能有過千 我們屯門鄉市委員會裏面 你有三十六條村 你也有四萬人 你有二十六條鄉市委員會的 那你照樣整條數 大概你都拿到一個恩進 是不是 即都相當人住在村 不少的 你有幾十萬人住在村裏面 我不是說原居民 原居民人口相對已經在裏面 但是有些新搬進來的新居民 所以好幾十萬人 你怎麼看將來這些 那些香港呢 是不停地 progress的 例如以前有些舊樓 我們拆了 建成幾十層高樓大廈 所以現在呢 那些倫理就相對是難建立了 那也都 香港因為九七的問題 很多香港的家庭去了移民 有些人 有些人又在那裡落葉 所以香港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們真的斬開了 那你在這個村和圍方面來看呢 你覺得是會再擴大 還是可以保持到 甚至慢慢會 慢慢會起起起 會變成淘汰呢 城鄉一體化呢 在內地都已經 漸漸成為一種現象 實際上香港城鄉一體化呢 是比內地還要早 最早 因為為什麼呢 在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末期七十年代 香港那時候要發展 它唯一的土地來源 就是在新界 沒錯 所以它要徵收新界的農田 然後用來就蓋這個 新的屋村 私人樓 公家都好都是 在那裡蓋 所以城鄉一體化 香港已經 已經是經歷了這個過渡性事 現在香港相對來說 你見到現在那個情況 就是撈得很滑 很平均 那麼長遠會不會說 還有一些土地 如果農村裡面還有一些丁屋 將來會改建 那這些難保了 那這些我不知道 但是相對香港做得不錯 是不是 如果聽你這麼說 其實農村 所謂的那些村 或者公司委員下面 其實它的發展還有的 地段不會再大 但裡面的可能越來越優化 我最近去過朋友去探望他 他在元朗那邊住 我很記得 現在的村屋很漂亮 整個碎色 相當不錯 你不要說 在西貢看著海 一般的村 它有一個小的住宅群 每間都很漂亮 不如這樣 我們下一節回來 請Junas 因為他真的是專家 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面對 不用這麼認真 可以真的說 其實 例如去村屋住 買要多少錢 租要多少錢 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不好 應該去哪個區住的村屋好呢 等一下 讓Junas和我們現身說法 好 我們又回來跟大家聊天 今天難得我們請Junas來 Junas是一個 香港的一個 為律師界做事 但他最特別的地方 他對新界的村 圍的東西很熟悉 鄉事很熟悉 今天一定要 要問他多說一些 讓我們知道更多的情況 Junas 剛才我們提過 基本有些概念 其實香港很多村屋 比如我們知道 村屋 剛才我講過 都越起越漂亮 但有很多種村 香港不是說 可以近到大圍一條村 遠到去到粉嶺 都可能有村屋 那些情況 那個构圖是怎樣的 好啊 實際上 現在我們廣泛聽到的 叫村屋 或者叫丁屋 在港英時代 70年代 就有一個新的計劃 由於他 政府要開發新界 拿了土地之後 他要做些什麼 通常是要賠錢 收了地之後 他沒有了奸眾收入 你給賠償的錢 理解 他給了青苗錢 理解 但是他也要重新 找個地方住 住 住是怎樣呢 就會有些叫做 重新遷移 重新要建屋給他 這是其一 第二種 由於1898之後 父系 他們滿了18歲的藍丁 由於他人口自然增長 你也要給他一個地方 要住 古時的時候 可以在村子旁邊 建一間屋 不用補地價 以前是這樣的 這條村 可能我們兩個兄弟 這間屋 生了 A 就是在B 一人一斗出來 四間 地是大家的 越住遠 以前是這樣做的 沒錯 但是大大黑大地 有個限度 就停了 然後怎樣做 如果村裡 地方沒有位 可能會用農田 不要忘記 不會隨便用農田 農田 他用的時候 有兩個不好處 一 減低收入 第二 農田屬於阿公 你拿又可以 我拿又不行 所以有很多問題 但是 無論什麼都好 這種建丁屋的制度 在七十年代 就有少少的定位 總之你是在村界三百尺範圍內 比你有一個叫做漸進式的擴充 在你自己私家地 建一間屋 不超過七百尺面積 但不需要補地價 這些叫做定屋 好 問題問題 那塊地是與生俱來的 例如你的祖先 何先生 一旦在那裡住 那塊地就變了你了 你在九七 即18 九八年前 已經原居民一路 住開那裡就當作自己 住開那裡 即是有自己耕田 那些 他有納糧 以前清朝的時候 你納糧給政府 港英來到之後 他又重新 陷拆地方 如果你證明了出 在清朝的時候 你已經納糧 那些 那些屬於私家土地 如果不是 其他全部官地 這樣來的 沒錯 所以丁屋就是這樣 在你自己 農田上面 建屋 但又不需要 補地價 這些就叫丁屋 如果這樣說 肯定會有一天 用光的 為什麼呢 人口自然膨脹 我們地方有300米範圍 建立滿了 為什麼也會是 我也知道 700呎一層 三層是2100呎 實用面積 為什麼會定出來的 這個政策就是70年代的時候 大家是 同意出來做的 商討 然後達成一個這樣的協議 建的面積為700呎 但是也有個歷史根據 因為通常以前來說 他門前有幾多 有幾多馬 門 屋裏面 有幾多 深牆有幾多 後來他說 430多 不如我給700呎 他更寬鬆 我給多些 以前農村 以前的房子 小間 現在更大間 所以這就是 用來建丁屋 丁屋有個好處 住起來便宜 沒有市價 沒有市區的樓價這麼貴 剛才說 倫理好些 所以不錯 買了之後 是否升值 挺好的 近年來說 尤其是市區樓 動輒之間 八千至一萬元一呎 但是你現在 相對仍然住 這個丁屋 或者買丁屋 如果你不買 租屋很便宜 便宜是怎樣 為四千元一層 至六千元不等 視乎每間屋的質素 如果你說前面 停台樓角後面 又有花園 那些當然貴很多 一般不是這樣的 那麼高水平 你為四千五千元 等於七三二十一七四二十八 你為十多元一呎 很便宜 但是買 現在來說 一層 都為了五百 一棟 都為七百多萬 八百萬 左右 一棟為二千一呎 還可以分開買三層 是啊 對我們年輕朋友上車 是否非常好 相當不錯 會不會這樣說 相當不錯 你想想七百呎 還有實用面積 可能隨時給多一點錢 可能有花園仔 是 簡直夢名義求 上車 前面又可以拍車 後面有種菜 真是 不錯 現在買一棟樓 大約 如果你的位置不是 西貢 每個地區不同 西貢貴一點 西貢貴一點 海很貴 無敵海景 如果不是 在元朗區有很多 因為那裏最多是原居民 十八鄉 夏村 劉浦山一帶 很多原居民 那些丁屋為大約七百多八百萬 一棟 二千一呎 都是為三千元有找 真的便宜 三千多元 我想問 如果買村屋 銀行是否做七成按揭 律師費是否一樣 價錢 或者買賣是否會流通量 比較少一些 流通量多與少 並不是因為炒樓的問題 一般我剛才說 這些村屋的人很喜歡 搬出去 你要回到市區住的話 的確那個感受是不同的 所以進去住的人很少會走 反而買丁的人的要求量多了 但為何會帶不起市 正如說 供求 是嗎 供求可以 但不會帶到 跟一般市區方面 競價得那麼厲害 至於銀行方面做按揭 都做到七成 我想問問你 如果當我 聽完之後 不要說買一棟 國客慢慢來 當是買一層 或者兩個兄弟 兩個朋友開始買工 先 那 買賣難不難的 套現難不難的 村屋 都是看地區 完全沒有問題 不過你要注意 逢是買新的丁屋 所謂的村屋 我們一般知道 就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基本上的 那個安排 這個計劃是給原居民的後代 但我們都近 這十幾年來 看到有些發展商 是 就拉攏了一些有丁牌的原居民的人 就儲了一大堆丁 然後向地政署裏面 申請一個整體的 叫做發展的一個計劃 但這裏是有一個 限制 on alienation 就是說 未保地價之前 是不可以自由買賣 什麼叫做未保地價呢 原先是給原居民住 就免地價 但原居民拿了這間屋 而不是自己住 是賣出去 那政府就有權 跟它徵收回市價 租就沒問題 但買賣就不行了 租你都要拿concent 是應該要 要拿concent 那保地價是否貴很多 補回市價 如果一層來說 補回差價 如果你說市區 是一般市區樓 是要去到 四千元一呎 六千元一呎 好嗎 是啊 但是現在買這些 丁牌的時候 應該這樣說 五千元一呎 有些漂亮一點 剛才我說 自由已經買得到 三千多元那些 也都保地價 是 三千多元這樣說 如果它免地價 那你便要補回 每一呎 差價多少錢 你才達到三千多元 這個是賣家做 我們買家不需要 知道他做了就行 是嗎 羊毛出在羊身上 都是你付錢 都是你付錢 是嗎 剛才二百多元包了沒有 包在裡面 應該 如果 我們朋友聊天 我們今集這個節目 又不是說 在電視大電視出街 哪區你覺得 是可以考慮去投資 因為二百多萬 其實我對很多朋友 都是很吸引 有自己的地方 就算你不要多 中間一層也好 行幾級 七百尺 大大地 七百尺 今時今日七百尺 我朋友家 香港樓沒有一千尺 你買不到 新樓可能要一萬六元一尺 舊樓都要一萬元一尺 都要一千萬 二百多萬 還要一千萬的東西 還要有一個環境 樓上樓下都一火 是嗎 哪區最好 我自己貼心水 如果說後市和將來的發展 斷換是不錯的 因為這區是我看的 最好的 但實際上有很多人會說 漂亮的環境 有交通方便 除了西貢之外 我想你在元朗區那邊 元朗平原那裏 錦田那些不錯的 因為交通方便 有西鐵 有西鐵 是 那村屋那條街很長 有錦上路 沒錯 其實香港有哪個地方 有村屋 我知道大圍有 剛才提過 在大埔好像都有 大圍沙田上水 粉嶺 這些全部都是金錢村 好像馬會那裏 那裏又很漂亮 那裏又很漂亮 那裏又什麼 那裏 過萬元 隔壁那間丁屋 又是蓋到差不多 外形 兩隔壁一條街 相差三分二的價錢都可以 如果這樣說 哪裏最近市區 環境好物 要兩樣東西 我會貪心一點 環境漂亮西貢 和壇 但是來回都遠 不如這樣 有車的你會去哪裏住 如果要搭交通工具多 靠哪裏 有車的我去西貢 但沒有那麼多錢 那些價錢 沙田沒以為便宜 但它很方便 沙田都幾貴 稍為現在合理的 現在大量有村屋發展 元朗平原裏有很多 你挑選一些適合你的位置 和周邊的環境 你覺得舒適 那裏的選擇不少 再不是滯厚於大市 屯門 屯門行西鐵 就拐得特別遠些 不過將來 我想要2015年之後 才再考慮 會不會有一條 由屯門搭去荃灣的結路 那個就比較長遠些 是 如果駕駛200多萬 可以搶到車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很開心 我們下一節回來 說說社會最近發生的熱門話題 今天很開心 請到Junice過來 我們剛才已經有機會 深入探討過 香港另類的生活 或者很多人 搬到村屋去考慮 去享受大自然的氣味 下一部分 我想說什麼呢 Junice 我們都認識了十年左右 大家都在業界做過事 其實你怎麼看整個香港社會發展 例如不如這樣說 用昨天的例子來說 我們昨天香港特首說了2011年的施政報告 有一個答問大會 昨天下午 黃毓民先生和梁國雄先生被人請出外面 中間有擲雞蛋、蕃茄 昨天大家都很游身看到畫面 你身為一個律師 你怎麼看昨天的情況 亦有人說特首請梁國雄出去 就不是很合理 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剛才昨天坐飛機回來 我就未知整件事是怎樣 晚上回來很晚 我就看到電視新聞裏面有幾個畫面 當不看起來 我覺得都很困擾 為什麼會這樣 一個新速速 一個議事堂 為什麼會搞得這麼不愉快 也都不要說愉快不愉快的問題 站在議事堂來講 應該談論的事情是莊嚴 和是很正經 大家很關心 既然是我們選出我們的議員 和我們的公務員之手 或者我們的特首 在那裏應該為我們香港市民服務 並不是在那裏爭議 但是昨天那個背景是怎樣 就不是很清楚 多謝Eugène你講話 是談這個施政報告 沒事就算施政報告裏面的政策裏面怎樣 有不喜歡 往往都有時候有喜歡不喜歡 當然 表達自己的意見是可以 要很合理地去做 不談誰 因為我們香港人在議事堂裏面 應該要有的操守和表現 是應該我們公眾人士對他們有的期望 為什麼呢 既然我們選得出來 他是我們的代表 我相信不會說代表我們喊架 不會代表我們有語言的暴力 或者行為上的不正常不堅 所以這個是很基本的要求 第二不要忘記我們今天的做事 今天的作風 並不是為自己負責 而是為下一代 我們想下一代怎樣的表現 我們今天的行為 和我們的言行舉止 直接對他們有所影響 在昨天你提到畫面 對我來說比較不開心的事 我覺得在會議場裡大聲說話 或者大家吵架 那樣東西我都可以理解 因為我都叫他們見過 但反而昨天有一個情景 我真的覺得心不舒服 就是你看到梁國雄議員出到外面 拿了一張照片 我覺得我還可以接受 你拿下來可以解釋 你扔個番茄過去 我都覺得已經不太好 我可以走過去 推到地上 這不是議事堂 當然這件事對你不太合適 那是否教我們所有人 如果有些事情不高興 就走出去外面 去到你家門口 或者拿你的招牌拆下來 推爛它 走過去 我對的 因為它對我差 我真的理解不了這個 可以是合理性的 我覺得是真的 不可以再發生 因為以往扔東西 那時候初初第一次 我記得扔招 招 沒有扔到人 但昨天可以扔雞蛋 爛了 地址會濕了 你怎樣 是要洗 還是要抹 昨天有幅畫 那幅相拿出來 扔了回去 那幅畫要怎樣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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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幅畫就怎樣 很多事情開始毀壞公文 那感覺很… 我不是一個律師 但以一個 你會說reasonable man 看下去心裡是不舒服的 好像是很… 很沒有教養 才會這樣做 但別忘了 昨天電視機播出後 香港青年人看到之後 原來不用坐牢 拿下來扔 走過去還是做英雄 特首出來還是很憤怒 那我們的核心價值 或者價值在哪裏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我想Eugene剛才你都已經表述了很多 我想你的心聲 很多香港市民都會打卡 都有認同 那我想接受教育的原因 要明白是你 那也都在德育方面來說 應該要有相當的水平 對任何事情都要去… 去隔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去很小心很謹慎 去檢定去尋求那個… 那個… 真理在哪裏 那… 討論永遠都是對的 是 沒有問題 大家意見不同 也都很正常 不過在一個討論的過程裏面 我們用些什麼的… 舉止和什麼大家叫做 認同的方式去表達 互相尊重 社會裏面我們… 為什麼要有一個進步的社會 就是難得人與人之間 是認同了一個價值觀 共同的價值觀就是 有互相尊重 要大家這麼辛苦走出來 一個可能叫為我們香港人服務的特首打工 是 我們議員選了出來 都是為香港人服務 既然是以服務為一個前提 是要服務為良好的意識 是 並不是建立一個破壞性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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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真的 只是作為選民裡邊 所渴望的 建立 veux 因為做破壞性的事 不需要找代表能跟我們做破壞 自己都可以破壞有資產 是 但我們需要多一些人 要組織一個有建設性的團隊 共創一個良好的環境 我們需要團體 團隊的精神 這個呢 我想… 方眼全世界 都是大家共同的理念 我們有團隊的精神去建立 一件事 並不是有團隊的精神去摧毀一件事 那不需要團隊 自給自殘都可以 所以我認為大家應該互相人與人之間 懂得尊重 社會上有不同的聲音 每個人有不同的表達方法 我們經常有一個新的說法 香港是一個熱的廚房 廚房越來越熱 通常人都希望廚房冷氣舒舒服服 做得舒服 煮飯也開心 你有沒有興趣出來在廚房幫忙降溫呢 我不希望再加溫 你會有甚麼方法令它降溫呢 我自己這樣看 香港整個地方都已經是廚房 我根本沒有分到是走出來還是進去 我和你都已經在廚房裡面 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地少 人多 但每個人都很聰明 雖然有時的表達方式不同 我們剛才說 希望有共同的價值觀 人與人就算有不同意見 表達方面應該要大家 有一個可以雙方接受得到的模式 所以這個香港 如果大家這樣說的時候 議事堂 議論紛紛 大家有良好的意見 就拿出來去分享 共創這個環境打造好它 但始終有時民主的精神是這樣的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也要尊重少數 但一不說自己的意見好像被 一進入主流裡面 於是不玩就反桌 搞出很多脫離一般常軌 我相信這件事越少見越好 我覺得如果議事規則 或者做事規則 遊戲規則是這樣 大家應該按照這樣的形式去做 如果你認為這套規則不適用自己 你便離開這個遊戲 就不要依從這種遊戲方式 所以我覺得在香港整體環境來說 無論你在議事堂裡面 或是議事堂外面 大家都有所作為的 你認為這個環境不適合你自己 那就去別處做事 都是在香港裡面 為普羅大眾 為市民服務 例如你問我 我自己都是從事於義務的工作 在NGO裡面的工作 一樣都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 為市民服務 你不需要在鏡頭面前服務 在鏡頭後面都可以 所以實際上香港地方少 人多 但有一件事我們真的很慶幸 很多選擇 你可以在這個角色 這個崗位做就可以 你不喜歡 第二個都可以 千萬不要認為我一定要堅持這個崗位 我才能做到 而且我做這個的時候 那個意識形態不適合我 我就要反抬 或者要有語言的暴力 我相信不用一定這樣 有很多選擇 你問我 我現在向來都已經做很多事情了 肯不肯再拋我身出來幫忙 我很慶幸 剛才你說我做了香港律師會的工作 我今年五月都已經做了會長 我在這個過程裡都慢慢學習 我現在面對著 為我八千三百名的會員服務 另外還有一千二百多名 叫做海外律師 註冊海外律師 為他們服務 即九千百多人 九千多人 這個工作我都是 十級以上 慢慢一步一步做好它 在這個過程裡 聽多些意見 聽到好意見的時候 自己可以發揮得多些 希望大家給多些鼓掌 為何我不停地問Junas 其實我在鏡頭前鏡頭後 我都一貫看法 香港有很多有心人 Junas一定是其中一位 亦肯為社會做這麼多事情 我個人來說 希望你再拋我身出來多些 為何香港經過昨天的事 社會應該有理性和理想 當然要年輕一點 我們年輕一點 也是時候 香港政府做多些事 你自己個人 除了在法律方面 很明顯地在鄉市工作 會很熟悉 你覺得在那方面 有甚麼可以幫助整個社會發展 我自己有少少的意見 或者經驗分享 每個人 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人 在教育方面來說 接受教育的水平 或者高等程度 那個機會不錯 但是千萬不要為讀書而讀書 或者讀書而讀寫書 讀書要愛明理 對每件事 應該要盡量參與多些 和理解多些 第一 要自己修煉 在這裏來說 要學得要懂 不單純學 要學得要懂 要懂得去用 懂了之後 你不去發揮 不用 你好像會浪費 香港有一個不錯的基建 很多基建 社會基建 有很多有知識 或者有錢的人士 對社會都好有一種愛心 他們設立很多基金 或者有些慈善的活動 我們學了之後要懂 懂也要去參與 善用這些資源 取之於社會 而用之於社會 這個是相當不錯 年輕人 在這個過程中 善用這些社會資源 來幫助社會有些弱勢社群 或者有些年幼的 你幫他們 你建立榜樣 帶領他們 他們就是我們的下一代 在這裏我們做很多工作 亦都可以做很多工作 但這方面當然可以做 其實我也想逼一下 Junas告訴我們 其實我個人 我只是講一個看法 不要逼你了 為甚麼呢 我覺得Junas有機會 可以在專業界裏 做這麼多工作 我也覺得他們社會 對很多方面很有看法 很能夠拿捏到敏感度 我個人很希望 Junas可以出來為大眾服務 不要只為專業 其實香港市民都很需要你 希望我們將來再有機會 邀請Junas和大家聊天 不過我覺得Junas這位好朋友 是值得向大家推介的 多謝Junas今天來 多謝你Eugene 多謝你 謝謝 時間過得很快 眨眼45分鐘的談話 好像轉瞬間就已經結束了 今集和Junas聊天 我有兩個比較深的體會 第一 是所謂人與人的尊重 Junas提過好幾次 真是要懂得尊重別人 亦希望別人尊重自己 這是我想大家朋友都很認同的 在香港的事務上 特別是在議事堂 有時看到這樣的情況 任何人看到都不會太舒服 我只是希望這一次 只是很偶然的一次 以後希望大家都可以 吸取一個教訓 繼續進步 另外一個比較開心的地方 是聽多些有關於鄉事的情況 由他們比較緊密的聯繫 他們那種和充共濟的感覺 我覺得在新界方面的地方 好像還能找到 市區的樓可能有環境問題 可能還沒有以前我們希望 施設山下的感覺 非常感謝Junas 今天給了很多意見給我們 有關於村屋的居住情況 例如你想住 原來價錢相對是比較負擔得到的 銀行也可以只有七成 但也要找一個很好的律師 就是了解裡面的業權的情況 後來他也提出 有好幾個地方香港 大家可以去考慮 因為香港的城市 越來越密 樓就越起越高 當然還有很漂亮的無敵海景 但也有很漂亮的匯所 這些當然大家都喜歡 但是可以回歸到自然 有自己的空間 有一種比較純樸的感覺 我想在村屋裡面 可能可以找到 希望大家都用這種 將來的住屋的辦法 想一想 會不會都去考慮租 或者買 好 我們下個節目再見